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 个别棋子上的字已模糊不清 通过凹进去的刻痕 仍然依稀可以辨认棋子上的字样 虽然墓主人的身份已经无从考证 根据墓中的其他随葬品 专家断定这是一座北宋末年的墓葬 这是目前为止中国出土的年代和地点确切的 而且保存最完整的磁质象棋 如今 这件磁象棋收藏在中国河南省的洛阳博物馆 令人遗憾的是 磁象棋出土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棋盘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只好按照现代象棋的布阵方式将它们摆在一块透明的塑料棋盘上 这幅北宋磁象棋的形制和现代象棋非常接近 根据中国宋代散文家尹朱所著的象棋等有关的文献记载 中国宋代时就已经出现了与现在象棋规则基本相同的象棋 象棋在古代被称为象系 在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唐太时象棋开始进入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到了宋代象棋开始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棋益活动 那么中国宋代时人们为什么会如此 我会不会有试图表达表面的 小画面积现代象棋会 大家一起追溺一下 我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恩 comfort 我会不会也不会有什么到处 那么有点减 gust 适合一下 不能够 我们在最后 我们在最后 写上不懂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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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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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